歡迎收看 大多數屋外煞氣 特別容易對健康 以及血光造成影響 因此要特別注意喔 剛好那個房子 剛好那個房子 把牆壁切在這個中間 就是家裡的部分男生女生 容易出現受傷或雪光 是在媽媽行摩托車 月台重機把它搬 後面有一台雙載又把它壓過去 整個脊椎斷了三個地方 原本事業有成 意氣風發 如今跌落谷底 又欲纏身 該如何才能東山再起呢 謝謝老師 謝謝 我們開場都還沒開始錄耶 草花姐就一直在念經 是不是 今天受訪者那邊很恐怖 其實草花現在念的是 菠蘿波羅蜜多心經 主要是希望是為我們今天的 今天的受訪者他們家情婦 因為他們家狀況滿多的 真的滿多的 到底是發生什麼事 因為他們家這些 風水上的一些殺氣的關係 造成他們全家都有 精神方面的一些影響 都有精神方面喔 對 第二個的話 他們事業上也出現問題 最主要是財運上面 出現很大的狀況 最近的確是經濟非常不景氣 很多人一面臨到這種難關 真的都會想不開 然後更不用說精神上 情緒上 各方面都會互相影響 對 聊不聊 謝謝彩樺姐 來幫大家祈福耶 你看我念一下 那些花生蚌也都來了 就是這樣 不是念文有那個什麼護體 都不會來才對嗎 他來的是要就是吸收這個經文 經文 對 這樣可以回向給他們 非常的好 對 你念到這樣 好像這個狀況很嚴重 其實我跟你說 好媳婦 你有所不知 今天我們這個周先生 其實他年輕的時候 是很風光的 他是做服裝設計的 位居高層 但是人生就是有高有低 氣氣落落 是啊 他一瞬間 什麼都沒有了 然後遇到谷底 曾經還想不開過耶 好 有尋短耶 我告訴你 你被救回來了 有有有 救回來了 黑米豆 現在是跟爸媽一起住 可是媽媽就是 投資也私利 然後弟弟生也做得不好 情緒就非常的暴躁 所以等於他們現在一家 都是一團糟 怎麼那麼嚴重 是啊 很嚴重喔 老師 那這邊怎麼啦 當然基本上他們家這個風水上問題 是真的很大 影響很大 那尤其是剛才提到的 精神上面的影響 已經不是光是 只是精神上有受到影響 全家 甚至我剛才提到 會因為這些狀況出現 抑鬱啦 憂鬱啦 跟躁鬱的這些情況 甚至還有這個 剛才提到的 可能自己想不開的幾個情形 哇 還好老師你今天非常準時 對 不能再遲到 你是說老師常常遲到嗎 沒有 我說老師今天很準時 知道這個不能等 今天不能等 要趕快來去幫周先生的嗎 對 還有爸爸媽媽年紀都很大了 對 爸爸八十幾歲了 對 從事服裝設計的周先生 過去事業有成 可以說是風光無限 甚至離婚時 很爽快地將公司 以及六千萬的贊養費 全給了前妻 自己則搬回去與父母同住 但從此以後 人生便彷彿跌入谷底般 事業一蹶不振 從此意志消沉 連帶著健康出狀況 憂鬱 癲癲 找上門 甚至曾想不開尋短 讓我們趕緊來幫幫他 該如何透過風水 讓事業東山再起 東山 雷索耶 哈囉 嗨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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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起來滿年輕的 對 是啊 很紅潤 還好 48了 48 他們保養得很好 對啊 你做服裝設計的嗎 周先生 你覺得我這個衣服的感覺 非常好 非常好 對不對 這個剪裁跟布料 什麼都很 對啊 你應該要去巴黎的 很漂亮 是那個巴黎還是巴黎 巴黎 巴黎就對了 對啊 這是什麼 你可以去巴黎 跟我們玩風箏衝浪的 在那邊飛一下 是喔 對啊 很幽默 他現在已經在約你了 我看你狀況非常的好 對啊 那我們就去巴黎喝咖啡囉 對 我們就去喝咖啡聊試飛就好啦 對啊 你的事就是輕輕鬆鬆 你看起來很開心啊 對啊 是有很不順嗎 是很不順 因為剛剛 彩白姐在樓下 真的幫你念經念滿久的 真的嗎 我念經經 你可以講一下就是你搬來這裡三年嗎 對 然後這中間好像發生了滿多事情 對啊 因為我來這邊 我本來是住在內湖 然後跟前妻離婚以後 有嗎 十年前離婚 然後我就一直在外面租套房 旁邊是我姐 我姐的房間 然後我姐嫁出去 嫁到美國以後 那個房子就空了 謝謝 她就叫我搬回來 我媽就叫我搬回來 對啊 那我就在那邊住 她住在那邊三年 然後感覺到 我媽在那邊住了十幾年吧 十幾年 當中 我爸媽 八十八 現在記憶 記性也越來越差 是 記大了 記大都會啊 對啊 那我媽 又愛投資 反正從 反正有錢的 留在她身上就留不住 她就覺得好像錢會搖她 這樣子 所以就把錢一直幫她去投資 你的心態是覺得說 你還想多賺一點 幫忙賺一點 是 但是你只知道 投資就是有賺了費 對啊 不是贏就說 然後在銀行上班 經理叫她買基金 買南非幣 花了四百萬 你說誰 我媽 媽啊 買那個外銀就對了 對啊 那我就跟他說 你寧願去買人民幣 買美金 你也不要去買南非幣 我說你們經理實在是 有點餓成她 我的感覺是她有點餓成她 媽媽太容易相信對不對 對 根子太軟了 對啊 因為從歷來的經驗就是 因為我小學二年級的時候 我媽就賠了兩千萬 做什麼 為什麼要賠了 是啊 很恐怖耶 你小學六年級 二年級 二年級 那時候一個波羅麵包五毛錢 對 五毛錢 那你先波羅麵包一個三十五塊 你去換算 限值多少 那媽媽就是 那時候就已經在投資了 對啊 所以媽媽可能真的沒有偏財 對啊 是啊 那你沒有把錢收好嗎 我也不太會收錢 對啊 你當初做聲音 不是也肥也是意氣風發的 可是我離婚的時候 我把不動產跟純真銀章 都留給我的前妻 我就一個人開了車子回來 你這麼意氣用的事 不是意氣用 應該銀章放你那 老竹子放他 因為我想一個女人跟了我十年 十六年 談戀愛八年 結婚八年 對 所以你想說 有人都比他嗎 一個女人有幾個十六年 真的好 你也是有情有意 對啊 所以你後來就是 完全 就一個人 就很康 對啊 那事業呢 原本不是工作做得還滿好的 然後工作也給他 公司也給他 公司給他 對啊 然後一年賠一千萬 然後我那時候現金有 給他六千多萬 一年賠一千萬 一年賠一千萬 賠了六年 對啊 什麼都沒了 怎麼一千萬對我來講好遙遠 不要錄好幾百集 我覺得這樣聽起來 是真的滿心疼的 對 滿心酸的 本來準備要退休了 因為我想說 我跟我前妻講說 我只要有移億 我就馬上退休 那時候我已經差兩千多萬 就到移億 天啊 但是沒有守住 是啊 沒關係 我跟你講 永遠不要嫌累 嫌累或嫌沒機會 都是可以重新開始的 是 你手腳好好的 我們都可以再多 對 人家說活到老 都學到老了 對 我們還是這麼 才48 對 機會 未來還是很長的路 我們還可以打拚 對 還可以嗎 老師 可以啊 所以要進來囉 要進客廳了嗎 因為如果太難我們就離開囉 不難 不要這樣講 我還有需要老師幫忙 你要控制一下 控制一下 老師 我們進來客廳看一下 我們來看一下 什麼問題 嗨 光爸爸 很新 是 光爸爸 你好 你坐著 沒關係 看我看錄影好不好 這現場Live的 一直覺得這個房子歪歪的 不夠方向 出出這樣 對啊 出幾零物 對 你看 有 很明顯 很明顯 因為我們這個房子是蓋 沿著路蓋的 我們的路是這樣子 它也是這樣彎著蓋 所以說我們這樣進去 我們這邊是最寬 裡面是最窄的 對 因為它有點像那個 叫什麼 對 前寬後窄 那一般 這種房子大部分都會比較容易 就是我們講說 不容聚財 那相對的前面窄 後面窄 一般來說的話 好像魚樓一樣 前進來 就比較不容跑出去 那所以為什麼 很多以前他們在挑房子的時候 前寬後窄這種房子 都是屬於不聚財的這個房子 屬於不聚財的這個房子 難聚財 還是真的是這樣 而且它柴位是不是 完全健康 好 首先第一個 那個隱門進來斜對角45度 那個位置呢 雖然它放了一個 這個好像水晶洞 可是你仔細看一下 它這個窄戶直接是開到底 對 那開到底呢 除了這個我們講到說 今天如果有這個所謂的財 其實很像一個 一個珍珠好的滾灌 像一顆球一樣 到那邊去完全沒有擋住 就直接從窄戶出去了 那這個時候 對 其實剛剛提到就是說 不管它從年輕的時候 可能媽媽這個 一些投資方面一些虧損 到你們這一代開始投資的虧損 其實都是跟這個會有關係 所以應該是趕快板子遮了 還是趕快窗簾都不要拉開了 其實兩個方式 第一個方式 其實我比較建議就是 那邊遮半片窗 窗戶盡量不要開那個底部的窗戶 那這樣的話 首先第一個 這個材比較容易聚起來 第二個 其實我這樣講就是說 這裡頭其實有一些問題 第一個沙發的位置 你有沒有覺得 它沙發 照理來說 如果那個桌子一般來說 通常是放電話 或者放什麼聚寶盆 什麼之類的 對 照理那張桌子 不是應該放在裡頭嗎 對 放在最角落去 然後這個沙發 應該放進來之後 整個客廳才會寬闊 但是這個呢 只是室內的格局上的問題 它的這個窗戶外面 有三大煞氣 直接影響他們全家人 啊 太大 哇 你講的 那我們有一點不敢開窗 對 對 那一陣床比較清楚 是喔 從那一陣床 對 被她放最清楚 真的喔 何種假氣如此恐怖 嚇得王采華倒退三步 入外恐怖下氣 讓母親差點半生不隨 剛好那個房子大樓的牆壁切在這個中間 因為家裡的部分男生女生 容易出現受傷或雪光 是在媽媽 騎摩托車 一台重機 把它搬到後面一台 裝在又把它壓過去 整個脊椎斷了三個地方 你講的 那我們有一點不敢開窗 還是要來開窗 那一扇床比較清楚 是喔 從那一扇床到最 對 那一扇床到最清楚 啊 天啊 太... 好近喔 真的 好大隻喔 這個影響太大了吧 這什麼意思 其實一般來說 如果大家覺得說 電線桿這些會產生干擾的話 當然第一個就是影響身體的部分 那當然所有身體以外 其實一般來說 因為它有這個所謂磁場干擾 所以遇到下雨天什麼 所以你就有時候會聽到那種 那種舊的那個電線桿上面 都會有那種那種電流水的意思 那這些其實對我們人體是有干擾 可是只是大部分人 因為可能平常時候工作 各方面忙的時候 有一點點不是那麼記得 對 忽略它 那怎麼辦 這個要怎麼化解啊 當然基本上我這個部分 我們會用一個 所謂的自殺物品去化解 但是如果仔細你看一下對面 剛好那個房子大樓的牆壁 切在這個中間 那會怎麼樣 也就是家裡的部分男生女生 容易出現受傷或雪光之災 這個雪光不管是你自己發生的 還是外來外力影響的 都會產生影響 這樣有雪光嗎 有啊 有雪光 你怎麼知道怎麼了 有 不是我啊 是爸爸 對 之前我還沒有幫忙 幫回來之前 我有兩個弟弟嘛 一個大弟一個小弟弟 我是聽他們講說 兩個人在吵架 這小弟跑去拿菜刀 大弟拿水果刀 我媽在中間擋 我說你在擋什麼 我說你擋 我說你 我們就等他們砍啊 砍完了 砍四人就打110 砍三個人就打119 媽媽怎麼可能 眼看著兩個自己的孩子 自相殘殺 對啊怎麼可能 對啊 媽媽在怎麼樣都是在擋 反正我那個小弟 只要一吵架 就把他跑去拿刀 就是他有一點情緒 情緒不穩 對啊 很暴力是不是 那後來怎麼樣嗎 也沒有啊 還好 對啊 他媽媽擋下來了 媽媽擋著就 對啊 嚇不了手 對啊 媽媽有沒有受傷 媽媽騎摩托車 去年了 去年了 去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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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有一台重機 他因為我媽騎57 他重機把它搬倒 搬倒了以後後面又一台 再雙再粒把它壓過去 壓到整個脊椎 灌了三個地方 他穿鐵衣穿了一年 穿鐵衣 對啊 好舒服 而且那個都很 要做復健很久 對啊 穿鐵衣還是好嚴重 還有一次我在示範 我小弟他們也在示範 家裡面 麻油機裡面有些螞蟻 有什麼 麻油機有什麼 螞蟻 對 那我跟我爸就說 沒關係啊 蛋白質很高 你就多吃一點 對啊 然後他老婆就不吃 他不吃 看他老婆不吃 他就不高興就摔完 他說你為什麼不吃 然後我就硬他說你摔什麼完 他覺得生氣喔 從後面跑過來 他就打了 又拿拆刀 又要打了 對啊 然後我媽又在中間打 一被他一踩下去 都是脊椎 對啊 媽媽又骨子了嗎 對啊 又骨子了 他越穿鐵魚 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說 小事情他就是一定要動怒 那一動怒就是最倒霉的 一直受傷的就是媽媽 對啊 所以說我們家雪光 應該都是在我媽 唉 那我最冤的就是他騎摩托車那一班 對方已經判刑 而且對方有 就是 詐欺跟 那個 趙是趙桃的兩個千克 兩個千克以後 他 後來他去判 判了以後他說 那我寧願關 那寧願關還不會賠錢我 他可能也沒錢賠吧 後來他 聽說他就這樣關進去了 老師怎麼辦 我看這個 你說的壁刀 砍在家裡的一個正中心 那球箱很大 對 那剛才提到有電線 剛剛有壁刀 其實呢在正前方 還有個這個 很明顯的一個藥關 藥關上 所以變成家裡頭 就會出現家人 長期吃藥的情況 當然你不管是因為雪光受傷 那麼長期吃藥 還是因為這個身體上的 一些其他的問題 產生的干擾 所以長期吃藥 我想這個部分 對於身體影響都很大 那麼通常 他都會建議大家 用這個所謂的山海症 或者潛溫太極圖 做移山倒海的一個這個動作 讓所有的殺氣不要重複 在同一個地方傷到我們 那就是放一個傷海症就可以了 就可以了 就可以提到就是 化掉這個外面所有的殺氣 對 就是我爬出去放在那邊 其實不用 其實一般來說 很多觀眾朋友 他也擺放三眼症的時候 可以用窗台 窗戶 有時候你窗台是透明的玻璃 那我就直接都在透明玻璃上造出就可以 那第二個 如果它不是透明像這種磨砂的 那通常在玻璃跟紗窗中間 是有個空間的 你就卡在那個中間 就可以造得出去 特別拿到外面去問 因為如果你在38樓 這樣很危險 危險 還好你就是2樓 好 那我覺得其實他們家一進來 就有覺得 是滿溫馨的 因為我一直有在放那個音樂 無殺的音樂 所以表示家裡是都有在拜拜 對 媽媽每天早上都會拜 那我們來看一下 因為有時候神桌上面出現的問題 會影響家園 是耶 是喔 那我們過去看一下 其實呢 看起來這個佛桌還滿莊嚴的 對 我們是外行人啦 講真的 我們看不太出來它有什麼異狀 你是不是特別聽到 這個聲音就很明顯了 是純粹念佛號的聲音 那我關心不啥 這個音量是可以嗎 真的嗎 那你可以 不是 沒有 我覺得還滿舒服的 其實是這樣子 因為我們畢竟是住家 不是真的去外面的佛堂 對 如果你去外面佛堂 聽到這個你會覺得 哇這個那種感覺氣氛就不一樣 非常壯 可是在住家的時候 你開這麼大聲 變成你雖然我自己信 可是你不能強迫全家人 24小時在聽這個聲音 像你的 像你弟弟他們也會接受 這樣子嗎 媽媽這樣聽 我那時候睡睡間 他唱的時候 我會跟著他唱 所以我很平靜 是 非常好 現在我小弟是睡睡間 這脾氣變得很暴躁 它會怎樣 就像我們這樣子講話的聲音 它都會瀕臨幫忙 然後會什麼 會甩門 甩門啊 他在裡面發脾氣 不要吵了 你們在吵什麼 很大聲啊 會擔擾他 對 所以也許他是一個很 就是對聲音很敏感的人 對 就會去放大所有的聲音 對 有一點點呢 這麼的家裡不同心 有點不平靜 一定跟這個神主牌 會是有關係的對不對 神主牌有怎樣嗎 這個一般來說 可能要注意一下 我們仔細看一下 神主牌的這個後方 通常主仙牌 跟這個所謂後面的這個壁 中間要有一個 這個所謂的接縫的部分 它要一直扮到兩指的所謂的寬度 讓它呢 後面有一個屏障 但是又不能夠 直接感覺上靠上去 緊緊的貼在那個牆上 我們常常有一個 罵人家講人家說說 你如果在那個 我就把你一腳踹它 黏在牆壁上 對啊 這個就感覺 我一開始 我一開始 一開始把你踹這樣 撈那邊 給你三個撈 對 現在它有貼牆 它黏得很緊 對 所以這樣的意思就是 它沒有留給子孫 那一般來後面 它如果貼得太緊的時候 被人後代的子孫發展上面 那時候 有點卡在那邊 閩南語叫 不太能夠動 所以一般來說 後面要預留一些空間 空間一般來說 在一指半到兩指的中間來說的話 都是屬於紅字 所以因為你自己的工作 的確後來是有點卡住 那弟弟呢 弟弟 發現在五分埔上 開店 大弟還小弟 小弟 對啊小弟 然後在五分埔開店 也是培學 五分埔不是大轉翻的嗎 對很好 那是我那個年代 你那個年代 你那個年代 是哪一個年代 你講這好像覺得好遙遠喔 差不多 你跟我差不多年代而已吧 十七八年前 說他四十八歲嘛 對啊差不多 所以十幾年前是很好分合 那現在是比較辛苦 現在比較差一點 那現在 像我們那時候批發 我一個禮拜一 我就可以做到一百 一百五十 一百八 這樣子 他現在大概只做到一百五 一萬五或一萬八 哇 差太多了吧 對啊 所以你以前是做到 一百 你以前是做到一百萬 一百八 一百五十萬 天啊 現在是一萬五 對啊 我跟你講這個問題 你可以問誰 你也可以問謝老師 謝老師也有在五分埔 對 天啊 你 你什麼東西要賺老師 面向也賺 風水也賺 什麼八字 什麼東西賺 還就是早就在那邊 都買好了 天啊 對 五分埔是你啊 對 哇 老師 你買幾千你說 沒有 因為當時啊 沒有 五千而已 因為當時呢 其實那個時候 可以說 台灣那時候 做服飾做什麼 都很好做的時候 那時候呢 其實在五分埔 老師指貌有點發抖 會這樣啊 那時候在五分埔是真的喔 那個時候 很多人這個做喔 尤其很多是從南部 嘉義那一代 也去前上 也都親戚朋友都到這個五分埔 來開店 所以那個地方呢 有很多很多人 那個時候做生意 真的非常的好 那個時候是當好的時候 那個年代我記得 就是 大家不只是看午夜場 還有紫夜場 對 還有紫夜二場 就是 晚上都沒有人在睡覺 大家都在外面花錢啊 他連那個 那個時間喔 都還有地攤在擺 對 你都帶起來去看 沒有 因為我那時候開的店 店名就跟我現在形象 那時候形象符 我現在不太符 你以前 你以前開的店名叫什麼 我叫小可愛 小可愛 我是草字頭的愛 草字頭的愛 那時候 那時候你只要在 他說你都穿小可愛去賣 沒有… 我是台灣第一個 做內銷 在賣 這個所謂的小可愛 對 所以其實那時候 你如果看得到 所以你對那個女生的Cup 都很了解 還好啦 因為我們那時候 還會自己設計衣服啊 謝老師風水看得好 連女性服飾也也擅長 猶豫纏身響不開 近年巡團自我傷害 你家裡的健康狀況還OK嗎 我一天 睡覺前要四十 他們又一陣 我在十年前 在內骨家裡面 抓了一個死胎 不是 我們車隊員 趕快幫我來 不要擔心去做胎兒癢 差不多因為我這樣 對面也抓了上去啊 什麼 什麼 所以其實那時候 你如果看得到 所以你對那個女生的Cup 都很了解 還好啦 因為我們那時候 還會自己設計衣服啊 然後 然後有那個女裝 那時候最早的時候 那種貼身的那種小可愛啊 從一片 最早是有黏的 後來變一片式的 那還有 蕾絲編的 那種 那個 蕾絲編的 真的喔 你該不會在其他裡頭這樣穿嗎 沒有 沒有 所以我來試試看新款 或是送給你們 每個人穿著蕾絲編的 自己當包的 對不對 自拍 那年代沒有自拍 沒有自拍 好的 不然你有自拍 都傳傳出去 那時候都是請摩托來拍的 對啦 所以那時候是真的好 那時候緊機真的好 也好 像你就有賺到錢 我那時候 貨丟到地上 還沒有拆箱 人家就說這項我要 連拆箱都沒有 是啊 因為 搶成這樣 我本來就是做服裝設計 因為我的東西 一定跟別人不一樣 所以他們不用看 反正他就要了 相信 對啊 覺得你很有Sense 就是一定都 那個叫 中組的 對不對 就是這樣 跟妳說就是要小組的 小組的都中組 對 小組 小組 都中組 好久沒人叫我小組了 非常久 你突然在那邊給我感慨什麼 快點把妳主仙牌位率收拾 把妳好好穿手 對啊 這個主仙牌位要動的時候 有沒有看時間 要 要 一般來說 通常大家要動主仙牌 這個問題來說 一定要注意 凡是神桌相關的 一定要看農民歷 農民歷頭 它會有一些這個特定的日 比如說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所謂的天設日 第三個24號 送神之後 到迎神之前 平常時候如果真的大家沒有辦法 那 妳就 妳就是很急著要動 好吧 那妳可以跟神明講 完之後跟他拌筊 主仙牌的拌筊 大概幾月幾號 還是可不可以動 大概幾點到幾點可不可以 我想 這個來說的話 只要選定好日子好時間 都不會有太大事 神明桌旁邊 這有一個櫃子 這櫃子還好吧老師 他會放比較靜的東西 我爸不太開的 因為裡面都是我幫他養的茶壺 就是 這都養好的茶壺 就是都是古董的 所以就是拿久的時候 就是在神明桌旁邊 會有影響嗎 一般來說 我是這樣建議就是說 通常神明桌旁邊 要盡量寬闊 一般來說的話 比如說龍邊的話 它可以稍微狹窄一點沒關係 但虎邊一定要盡量寬闊 所以通常我不太會把櫃子 再把它做緊 因為做緊之後 它變兩邊都夾住 有點鎖得比較緊緊的 通常一般來說 留有一些這個 所謂寬裕的空間 對於子孫發展 以及家庭的發展 都有比較大的價格 可是它這個是釘死的吧 對啊 釘死的沒有辦法斷 那怎麼辦 通常一般這個是這樣講的 如果將來有裝潢的時候 我就會建議 它如果打開的時候 我就可以兩邊拉出紅字 放在剛好在中間紅字 兩邊都紅字的地方 那這個部分 你將來可以做修正 給大家一個參考 對 就是說你不一定要做到這樣滿滿的 留一點空間 天啊 剛剛在采華背後 有一個比較特殊的東西 你選嗎 你選擇嗎 不是 你選擇嗎 別的啊 從泰山拿來的 哇 而且這個人叫文盧耶 文盧泰山 很好喔 就是我一個唐姐 從泰山 我爸去回山東的時候 叫我爸拿回來 家裡頭如果前方有殺氣的時候 可以用這個 所以泰山石 上面刻上這個 比如說 這個所謂的石桿 泰山石桿 放在門前 可以擋外塞的殺氣 如果在神桌的下方放的話 一般以前叫正宅石 正宅石 不是放在旁邊 是放在神桌下方 這個正宅石就是這個房子 表示這個房子穩如泰山 第三個就是房子在房子的 比較後方的房間 那麼象徵這個房子 背後有靠 那這三個呢 都是比較屬於這個東西 同樣這個東西 擺放在對的地方 效果會更好 不一樣的 剛剛那個哥哥很擔心 就是提到好幾次弟弟情緒 然後可能我也不順心啊 我們也幫弟弟的房間看一下 調整一下他的風趣 好不好 若屋外煞氣煩多 例如電線桿太近或藥灌煞 以及壁刀直衝等問題 都容易影響健康以及血光 可以在窗前掛山海鎮 或乾坤太極圖 就能夠一次化解囉 而神主牌緊貼牆 容易影響後代子孫的發展 最好與牆壁保持一指半 到兩指的距離 而且記得選定吉日或啟示神明後 才能夠移動神主牌喔 好 看看我弟弟的房間 好喔 很會Cue喔 對喔 不錯喔 這樣就... 我以前拍過電影 你以前拍過電影 哪一部 前進北海岸 檢消音列總 都拍過電影又講乖 你會趕快攝影師管流口 對啊 弟弟長成怎樣 生了小朋友 生了小朋友 這是弟弟的小孩 對啊 很棒啊 很可愛喔 他多大了 已經當爸爸的人 脾氣還這麼暴躁 他是怎樣 動不動就會愛生氣是不是 是 我看他打小孩 跟打醜人一樣 我那邊看他 我說你... 你在打架還是在打小孩 用拳頭這樣揮耶 我說你在打架 那媽媽應該會馬上保護小孩吧 媽媽在旁邊看了 也不敢講話 對啊 那這情緒上面可能需要 太抑怒了 對對對 要控制一下 所以有什麼樣的風水徵兆 讓弟弟變得脾氣很不好 對 這個... 首先第一個就是說房間裡頭 房間裡頭如果它出現這個 所謂的 可能比較一些有這個所謂的 我們講說隱密性不夠的時候 通常會產生情緒上 比較容易有起伏的一個狀態 它隱密性哪裡 你這個房間非常有隱密性 它所有的那個牆壁都用毛玻璃 我根本就看得到外面有人在動好不好 而且更好的時候 上面還有洞洞耶 是 它連這個地方你看到它外面 刻意掛了這個門連在這邊 要不然你在房間裡頭 等於說外面經過的人 不管你外面看裡面 裡面看外面 都情緒 我們講都會容易受到干擾 是 所以要趕快把它就是貼起來 我覺得貼起來就好了吧 那氣窗怎麼辦 有氣窗的部分是這樣 通常一般氣窗是挑高要夠高 挑高要夠高的話 我才會建議大家就是用氣窗的方式 像現在很多裡面都裝冷氣 裝什麼有通風 其實平常或是把門打開 讓它通風一下就好了 它的裝潢的色系都屬於比較暗色系 對 尤其是床頭旁邊 暗喔 你如果仔細看床頭旁邊的話 顏色都很暗很深 對 所以你人躺在這邊的時候 感覺就會有那種壓迫感 壓迫感耶 加上對面這個地方 剛好這個地方有鏡子 其實那種不是玻璃 它是鏡子是不是會反射 鏡子有照到床耶 對 照到一半耶 所以這個鏡子照床 就容易在床上的人 不管他睡的是夫妻也好 是這個所謂的可能其他的 包括家人啊 包括小孩 這個都會產生影響 因為為什麼 因為情緒起伏 他沒有地方發現 旁邊的人最近嘛 對 所以夫妻就容易有爭執 還有摩擦 甚至 嚴重的話 這個影響會更大 他現在老婆睡那一間 他自己在那裡睡 老婆沒有睡這一間嗎 是因為他會打呼嗎 不是 因為他怕吵 那兩個小孩子 滾來滾去的 會不好睡 對啊 其實都不難改耶 日安床 他其實床位沒有錯 其實都是這一些小地方 累積起來讓他睡不好 就把它貼起來就好了 對 睡好脾氣慢慢就好 是 他情緒好 也就比較不容易易怒 對 心情好 你弟弟那個 一些 時間 對 讓他調整一下 對 他這風水也可以幫助一下 然後再來我們就是要從餐廳這邊去著手 全家人裡面坐在這邊好好的吃頓飯 這也很重要 對 對 在這裡都可以看到我耶 什麼意思 那你有進去 可以看到你 有進去 那就慘了 你們是常會在這裡吃飯嗎 都沒有 過年一年過年的時候搬出去 過年連坐在這裡吃都沒有 把桌子搬到外面 搬到客廳 因為這邊有點擠對不對 你們都沒有在這裡吃 他都在拉出來變成圓的 所以我們就過年圍爐的時候在那邊 那平常 平常都不會在那邊吃 那你在哪吃 客廳 客廳 我們都在那個客廳那個 我媽祖好我們去在客廳那個桌子 所以這個是算擺好看的 這沒辦法 好像在這個動線上面 對 可以做不住 對 所以不能怪他們 這個是真的是風水有一個問題 是 因為他擺的位置 第一個他的動線上的關係 所以變我這個座位要做 我一定要拉出來 對 一拉出來剛好就被鏡子倒到 那第二個是你看他這個 現在你就可以看到他房間裡頭 這裡也是有鏡子的感覺 對對對 就是他會反射 反射會看到我 是喔 這會有點大 感覺會看到怎樣改一改 大家也可以開開心心的 在那邊吃頓飯 對啊 那當然基本上 家庭的這個觀念的一個建立 當然在這個餐桌上是 最容易形成的 可是當周邊的這個鏡子太多的時候 就會常常干擾 所以首先第一個 我是不是想考慮說 因為前面那個鏡子 要不要考慮換一個位置 或者是乾脆把它拿掉 換位置或拿掉都是一個方式 至少他不要照在這個餐桌位置 其實換一個角度來說 有些人他會覺得 其他如果真的還有空間 我乾脆要關我就移餐桌 我不擇鏡子我就移餐桌 可是你可以發現他家裡其實沒有 沒有地方可以放這個餐桌 客廳也很擠耶 他再放就是神明桌前面 對啊 那這樣可以嗎 當然不行喔 那一般來說 既然是沒有位置的這個情況下來說 我把鏡子遮起來是最簡單的 好 鏡子一半用隔熱紙遮起來 對 至少隔熱紙也會反對 沒關係 就任何東西 只要它不照在這個餐桌 坐的人 那就沒關係 那第二個 對 這個我盡量我會建議他 把它就是平面 把它這個裝潢用的東西貼起來 那就不會形成這種狀況 那這樣子的話 讓裡面的人也安心 歡迎也走一出 是啊 照片給你看看的 看的財庫了 對啦 照片看的很重要的 他就不會形成這種狀況 那這樣子的話 讓裡面的人也安心 外面也走一出 是 是啦 照片給你看看的 我的財庫了啦 對啦 照片的感覺很重要 對 你的廚房很大耶 好長喔 對啊 我的照片只要高天了 對 是喔 對 對啊 對啦 怎麼 小鐘啊 這什麼 這不用了 不用了 不用了 你是我們的忠實觀眾嗎 是啊 那你為什麼沒有加那個門臉 那就是 在後面 所以是有加門臉 然後過 那就聰明 對啊 大概多長 差不多過這個把手到這邊 人家要過馬桶 你過把手 做一半 所以家裡應該多一點 對啊 要過那個馬桶 這樣子才真的 真的 要過嗎 對 所以家裡的健康狀況還OK嗎 我媽長期吃高血壓的藥 我也吃 你也高血壓 我18歲就開始高血壓 你幾歲 28 血壓就這麼高 標到最高多少 因為我是遺傳性的 遺傳性的高血壓 對 有標到很高嗎 標到190 190差不多100 110 190125 我頭都暈暈的耶 那個上面190 都受傷壓什麼 沒有關係 你體下只要超過110 就隨時就爆血溫 所以你就是20 這20年當中 都是吃藥這樣子 口製的 對啊 一定要吃 那也有吧 還好吧 12顆 吃什麼啊 高血壓了壓 然後還有什麼 抗憂鬱 抗憂鬱 你有憂鬱症 抗憂鬱症 抗憂鬱症 跟... 抗憂鬱症一定要看醫生氣 要看癲症 那會好的 癲症 你有癲症 有喔 因為 我在 在內湖家還沒收到 我的醫師談 送兩家醫院 兩家醫院不收 那是我們車隊的朋友 車隊裡面有兩個醫生 趕快幫我安排 把他安排到更新 去住抗憂鬱 然後後來又回到三棟住 不行啊 不能將傷害自己 那一關這樣子 差點破不去了 所以我們那一次 還好吧 什麼還好 不能這樣子 我現在比較越錯越有 對啊 我現在 上不越有 對面也燒了三次啊 什麼 燒什麼 你要不要去燒燒紙錢 就好啦你 對啊 去燕廟 你燒燒黑 對啊 一切一切都是 你的房間有問題 好啦 那過去看看我的房間 我覺得我們房間幫你改了之後 你的那個念頭就轉了 對 還有我的健身器材 是 所以你有在運動 有 很好啊 對啊 運動的人不是會比較快樂嗎 沒有 因為我的 四個兄弟不見 什麼叫四個兄弟 他們團結在一起 然後現在趕快幫我轉 這是哪裡的 你還是很有幽默感啊 這是六個兄弟 你這個是一團和氣吧 對啊 真的是 對啊 所以原本有四塊是不是 對啊 你沒有床頭啊 他沒有床頭櫃 你沒有一個床頭櫃耶 當時為什麼沒有買床頭櫃 因為床頭櫃擺下去 你最起碼會到這個東西 你這一台拿久就好啦 不然你一睡一睡都 睡都會頂到牆壁 因為他現在等於是有 好像兩個壁刀在看他的頭 對不對 其實最主要第一個答案 就是說當兩邊的造型立出來的時候 兩邊是突出的 但是他整個中間就變空這一塊 對 那頭就只能貼進去 當然頭越貼近這個牆壁 因為牆壁的溫度 會比一般房間裡頭要來得更低 所以以後久了就會有頭痛 或偏頭痛的毛病 你會想要騙頭痛嗎 不會 其實這兩天特別痛 好 那不是不會 沒有…這兩天 這兩天只要一起來就很痛 而且我是抽筒 不是那個 沒關係 沒關係 那當然基本上就是腦部的神經收縮 因為後面的溫度比較低 當然這邊我腦部後面這個溫度低的時候 血管收縮 自然以後就會有這方面痛的問題 其實就是為什麼要床頭的原因 因為很多人會想說 其實不需要喔 這樣也是睡得很好 可是因為牆壁大部分都很冰涼 對 那第二個當然提到造型的問題 既然造型這個形狀來說的時候 你回頭想喔 如果我在正前方往那邊看的時候 它的造型就會有點像某些地方 就像這個照片如果放在中間的時候 那種感覺就會很不舒服 講風水就真的要講到你這一個窗戶了 你的柴位是建窗 你這個柴位一進來怎麼會 可是我用這個不透光的窗臉把它遮起來 它已經遮住了 而且它有布局 這就是一個大問題喔 因為我們仔細看一下 從它的大門開始鑽起 大門的斜對角就要門柴位 所以從大門開始拉拉拉對角的時候 前面這個地方 門的外面那個地方 是開窗戶的 是啊 那當它開窗戶又開門的時候 第一個如果從窗戶那邊出去 就出去囉 柴就出去 鋸不住囉 那麼好 進到房間來的時候 通常會在隱門的這個地方 一樣拉在最深的對角 那那個地方窗戶還是開到底 那這個時候 這個位置的柴位也不見了 最後呢 那好 那伸到床的最裡面這個地方 所謂柴庫的位置的時候 又開了窗戶 而且還是一樣開到底 這個問題就是在開在 第一個我窗戶不要到處都開 第二個不要通通都開到底 在柴位開 名柴位開 柴位開 柴庫也開 那就變這個 就變我的錢財要聚集 就會比較困難 這個多餘的嘛 多餘的 是啊 就把它封起來了 而且你這樣柴位會聚 對啊 國柴在那裡放聚寶盆啦 酒雞加雞啦 放了一大堆 這些什麼 招財的 招財是不是 不是 那是黑肥 然後這些都是聚財的 其實 對啊 你自己都布局好的啊 像這個一串差不多四十幾萬 什麼 蛤 然後你有這麼多 什麼 然後你現在走我們是不是 什麼 他說這個四十幾萬 他那邊好多耶 大概十幾二十吋 天啊 你風水來講 我們聽謝老師講嘛 這邊怎麼處理比較好 我剛才提到 財位如果已經空了 名財位也空了 你財庫絕對不能再空 是 所以這個時候呢 我稍微覺得說不管 我是希望在名財位地方遮住 還是在財位地方遮住 或者是財庫 當然財庫是最後一道房線 前面這個地方 如果萬一真的沒有辦法 那個時候 至少財庫我應該把它收起來 是 那這樣的話 財水進來 才不至於再 流了出去 對 那老師像這個房子啊 這麼不方正 它對這個浴室 會不會有影響呢 會 一般來說 通常房子 第一個我們提到就是說 房子第一好 是四四方方 因為最好格局 隔間怎麼樣格鬥方便 第二好 就是我們所謂的長方形的格局 所以以前很喜歡這種 長方形的格局 現在店面的話 橫的長方更好 那第三種就是 前面窄後面寬 雖然它不是那麼方正 但是越來越深 那這個前台比較容易積居 可是它像它這種不方正 已經不是只有 不是只有前寬後窄而已喔 它其實整個 整個 整個前面 都是依照低型在變的 是 所以這個都會造成 房子第一頭 格局上的問題 而格局如果不方正的時候啊 常常會因為風切的問題 產生一些這個 所謂的聲音的聲音的煞氣 那回風煞最容易產生的就是 神經系統衰弱 所以到目前為止 你會發現 聽到它的 比如說它本身 它的這個家裡頭的人 包括它的這個 可能所有的親屬 都有一些神經衰弱的一個 這個傾向 精神上比較容易有 情緒起伏的問題 但是要怎麼化解 對啊 因為這外在的東西 改不了 外在的部分其實 我們剛才提到 用這個所謂乾淨泰儀圖 就可以化解掉 但是內部來說的時候 以前的人有兩種 第一個 裝潢我盡量讓它 隔得方針一點 我至少我進來看 會覺得房間比較方針 那有些是它把它隔起來 比如隔一個小小的 那雖然那個小小 但裡面它就是做一個更衣室 或收藏東西的一個空間 看起來裡面是方針的 對 看起來也是方針的 把那個突出來的 就隔開變成儲藏是什麼的 你做別的利用 但是至少你視覺上 看起來它這是正方針的 對 那這個的話可以 用這個所謂的格局 格尖的方式 就可以做修正 是 了解 所以還是要稍微修正一下 對 對 好 這樣就沒有問題了 對啊 其他的就真的 就看你自己了 對 心理要調整 清晴 大哥 早一點約到你們的話 有啊 現在還來得及 來得及啊 一點都過完 你才48歲 你人生都還沒開始 對啊 人生70才開始 你還22年耶 對吧 我怕啊 22年我再爬不起來 我就去死了 不要這樣講 你身體夠好 對 風水輪流轉 對 10年一運嘛 你怕什麼 其實換個角度來說 它自己的收藏 其實換個角度 就是將來它 東山再起的本錢 有機會 第二個 只要你調好自己的身體 再加上有好的風水 其實都隨時都有機會的 是 好不好 你要相信 相信土力量 相信就是有力量 對 好不好 全部 全國的觀眾都在祝福你 都在給你加油 是 可能電視前面有跟你一樣 可能經歷過這樣子大風大浪 現在也疊在鼓裡的人 他們也很需要這樣的力氣 是 所以希望你 東山再起大發達的時候 可以告訴大家 對 對不對 跟我們說一聲 你看 真的我們現在很好 而且你要告訴所有的觀眾朋友說 我一定可以 我一定做得到 對 對 我一定要再爬起來 好 我們現在就練習一下好不好 我們現在就練習說 我一定可以 我一定可以 大聲一點 然後後座 我一定可以 我要再爬起來 我一定會東山再起 你們等著我 好 一起加油吧 加油 好 加油 你們兩個都先看完了 我要喊什麼 就是你這樣這樣喊一段 這一段就交給你了 我覺得你不要悶在心的練 對 你喊出來 怒喊出來 對 畫出來 就慢慢習慣來 好不好 我們一起幫 周先生加油 我一定可以 我一定 我一定 爬起來 我一定東山再起 謝謝 祝福 周先生 謝謝 謝謝 謝謝老師 一定可以 謝謝 加油 一定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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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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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 哈囉 останов 看 著